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让不少韩国女性十分羡慕 说十分想要找一个中国男友嫁到中国里面去 秋辞劝的这样子于小光则变成了韩国人最喜欢的中国男人 也把他叫做于可爱 有一段时间夫妻两个人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 热度都是非常高的呢 于小光还在电视剧里面特串霸道总裁的一角色 还是十分顺利的拿下了汽车的广告 除了同床异梦以外 还有一档中医也是十分令人捧腹大笑的 当然了也是让人十分羡慕的 他就是妻子的味道 这一档中医节目用介绍了一对同样的中韩夫妇给我们认识 这一对夫妇则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他们的姐弟恋相差 年龄居然高达18岁 三岁是一个代沟 那么他们之间足足有入个大代沟 从侧面也可以发现 他们两个应该真的置争外走 中国的男孩子是一个富二代 家里还是比较有钱的 不同于电视剧上演的顽固子弟 嚣张旁护 这个中国丈夫还是比较和矮可亲低 家庭也是这样而这一面 刷新的韩国观众对我们中国人十分贫穷的认知 但是小编也实在理解不了 为什么韩国人会认为我们中国人很穷 之前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 或这两位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翻一番 https-mg.mbd.baidu.com-mrancg7 F等于CP中国富二代零段关系 也要去42岁韩旅行 五个红包让韩国人集体叫霸 平时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无论是观众还是粉丝 都是持着怀疑的态度的 已经相差18岁之余 丈夫还是各富二代 难免会让人想歪的 随着节目的播出 大家对两个人渐渐改观了 妻子贤素苑透露出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丈夫陈华就对贤素苑说 我可以养你吗 现在的我都这么直白了吗 也不能看出来 男生应该是对女生一见钟情了 貌似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女方是隐瞒了自己的年龄的 因为贤素苑在节目之后有说过 在他们深入的骄傲时候把自己真实的年龄告诉了陈华 陈华消失了两天 不过如果是小编的男朋友告诉小编 他比我大18岁 小编也是会吓一跳的 不知道大家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比自己大18岁还会继续走下去吗 但是消失了两天之后的陈华跑回来 反而女生贤素苑说 你都一把年纪了都在干什么 打起精神吧 你已经不是晚了年龄了 你该结婚了生孩子怎么办 如果是小编听到这些话 估计想为拿起红太郎的平底锅 反手就把他送上天吧 但是套路满满的男生又说了 所以没有时间了 快点跟我结婚吧 这么帅气又多金 还这么吃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